商量美制之后最受瞩目的国际艺术展 就是日本艺术家严田千春最大规模的各展了 他这回亲自来台湾部展 而喜欢用丝线创作的他 被称作比草菅名声还要更加偏执的艺术家 他所编织的奇幻世界 大家现在不用飞到日本 在台北就能够欣赏到 走进展场映入眼帘的 是悬浮于空中像羽毛般纯白色的飞船 以白线细密缠绕的船列 所组成的去向何方 导引观赏者进入盐田的世界 这次最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用千丝万缕的红线 交织成红色的奇幻世界 用金属框编织的船身 承载着往上爆裂开来的红线 布满300平方公尺的空间 令人叹为观止 他常形容毛线会紧绷 纠结断裂 这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人和人都组合 赤纹使用 死了或是不分别的空间 他也孤独地 宇宙都组合 这作品全都在现场 在这场地上写着 每次都在这场地上 每次都在这场地上 那时候的感觉 在这场地上 有线 在这场地上 也在这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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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有如沉浸式的剧场 和一般观赏作品的方式不同 你得轻身走进大型装置 本同于走进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其实刚刚要进来的时候 有一度觉得就是好像 要走到他的身体里面 就是这个空间很高 然后有密密麻麻的这些网子 然后加上他前面的那些铺层 就觉得好像是他生命的威胁观 然后我们跑到他的身体里面来 它明明就是线应该是柔软的 但是它却可以这么地有硬度 有力量地展现在整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非常佩服这样的布展 对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布展 非常地震撼 被称为比草菅迷生 还要偏执的编织者 盐田千春常用丝线创作 密密麻麻 令人感到窒息 静默中用烧焦的钢琴 烧焦的椅子 做成一个音乐会的形式 用纠缠交织的黑线 铺天盖地贯穿整个空间 一种无可言喻的静默 灵感来自于他的记忆 9歳的时候 土台的家庭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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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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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也弄得到 但是 从以前也弄得到 存在感觉 出现了 非常漂亮 我认为这种感觉 我真的弄得到 我真的弄得到 声音也弄得到 在盐田千春25年的创作生涯里 这次是规模最大的各展 2019年 在东京森美术馆展出轰动一时 成为当年 日本最受欢迎的展览 而国际巡回的首站 就献给台湾 他还亲自飞来台湾不展 那这些线呢 它其实都是 每一次都要重新编织的 对 是空间的大小 我们这一次的展场 大概花了18天的时间来完成 然后从结构的搭建 到艺术家的工作人员 实际部场总共做了14天 这次展览的主题 《战斗的灵魂》 点出了他无法言喻的内心冲击 因为罹患软潮癌的他 没想到12年后再度复发 抗癌的过程 驱使他创作的原动力 是面对生与死 看不见的恐惧 这次展览会 在这次展览会 有10年前的癌 发生的事 发生的事 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 成功成功 这次展览会 成功成功成功 他曾说 自己就像是为展览而生 不断赶赴下一个展场 用尽全力把作品完成 以红线悬挂空中的400个行李箱 是他在柏林跳蚤收集来的 其中会轻巧摆动的行李箱 里面装有马达 象征旅行前整理行李时浮动 兴奋的心情 还有在德国时 搜集东柏林数千扇 被弃置在工地的木窗 堆叠成另一件像围墙的作品 内与外 一共8件大型装置艺术 100多件作品 横跨他25年的艺术生涯 炎田千春期待传递给观众 不需要言语 就能够触动人心 连灵魂都跟着战动 记者黄梅琴 黄彦璋 台北采访报导